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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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天水花 撩到眼前 赤子之心 仍流露半天 即使千二萬語 未見可一見 浪倉之水 力久發變 乾一杯 煮一杯 述一杯 這叫做真情何事 下晚喝冠酒 民君可索知 莫笑莫傷的心 巴的心 風的心 經 不分真心戒嚴 流浪在這個網 重視 又回到赤子心 聽到大家 大家都知道我們回來港產會館 剛才聽到的首歌就是我們的朱泥曲赤子心 歡迎大家 前幾天我們做過節目說 做過預告說我們今次有一位特別嘉賓 是來自法國的 這位法國姐姐的名字很有趣 跟以前談戀論的主題歌一樣 叫做Laura Lai 歡迎Laura Lai 你在這裡嗎 我在這裡 齊大哥 你好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你身在何方 我住在巴黎 來了很多年 超過二十年 都想適應這裡的生活 今天真的很高興 又可以和你做個節目 大家吹吹吹吹 我們也很開心 又多了一個新朋友 又可以一起做節目 大家這樣說 第一節 我們又說財經 我會先說 好 第二節 我也不懂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大家都是聊聊聊 因為我們網友很多餓普藏龍 很多聰明人 第二節 就會 留給你 說多一點 關於教育 或者在巴黎 當地生活的事情 好嗎 好啊 好啊 我現在說回 今個星期 有一件事 兩天前發生 特區政府 又有新搞作 新搞作 政府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Lora姐 沒有啊 沒有啊 可能是剛剛出的 這幾件事 是啊 兩天前而已 兩天前 這個楊庸 不是 講錯了 不是楊鴻 另外一個 科技局局局長 以前的理工校長 他就帶頭出來推這個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這個計劃可以給全世界的科技人員可以進來香港的 有名額呢 頭三年呢 就一千名 但是 不是 隨便入得的 原來是有條件性的 其實呢 永遠 那些魔鬼就躲在細節裡 那今天呢 即小弟 齊大哥呢 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科技 所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究竟是搞什麼呢 背後有些什麼Hidden agenda呢 那 其實他就說 這個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呢 你要申請呢 就是首先呢 你要 要 要適用於在香港科技員公司 或者數碼港從事 生物科技 人工智能 網絡安全 機械人技術 數據分析等等 那如果你是這些枯化企業的 那你來呢 那你就可以 因為你是外國公司厲害的 所謂外國 包括大陸 這些東西很飄忽的 有時候又說是祖國 有時候又說是外國的 那麼呢 容許他呢 用這些公司呢 就申請配額 那就聲稱又很快 四個星期就批 身份證給你了 即臨時身份證 那就可以入境來香港工作的了 哇 真是快到無論 聽到都 聽到都嚇倒 我們聽到就嚇倒 如果大陸人聽到就開心 鐵哥哥 我想問問你 這件事是拍出版的了 已經拍出版的了 已經要做了 拍出版才不用通過 甚麼立法會通過 那些不用的 應該就不用了 因為這些 這個就不是有甚麼大的 財政的 Government spending 所以就不用經 立法會的財務 那所以就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 policy 那他入人而已 那入人就沒有甚麼成本的 那但是呢 對這些所謂科技企業的 行政要員來說呢 就確實是打開了部門 讓他隨時進來香港 那其實大家要小心 香港科技園公司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甚麼叫科技園公司 那科技園呢 其實我們香港大部有個科學園 很漂亮的環境 是老董年代 就填出來的 那科學園 對啦 香港植谷 那這個科學園呢 他都是科技園公司的一部分 那其實科技園公司呢 我印象中是包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在吐露港公路 我見到很漂亮的那棟樓 那棟樓 那棟樓 那科學園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在大部工業園呢 以前我們舊的那些 美心啊 那些公仔麵啊 那些大部工業園裡面 都是科技園公司裡面的 管理的資產一部分 那另外一塊呢 就是在將軍澳的 那三塊加起來呢 都是科技園公司 那就是說 只要你在科技園公司 或者數碼港公司裡面的租戶 那你就有權去申請 那拿這個配額呢 就 給你們這些 要員呢 可以過來香港工作了 那 那當然開心啦 那根據香港的條例 你做夠七年 你就變成永久居留了 那就是三個星 是啊 那 那為什麼無端端開這件事呢 那 你知道上個財政預算案就說 所以說 劈五百億出來 搞科技 那 就說到好像科技夠港那樣 沒有科技就現在不成事了 那其實呢 我自己的理解呢 就是其實這件事呢 如果大家 站高一些 小小退後小小看 其實根本上呢 是上次財政預算案 推出之後的後續的program 此話何解呢 此話何解呢 就是因為 大家記得 我們香港 北面的邊防 和深圳以南 一直都有一個禁區 就是河套地帶 其實河套地帶 是很大的地方來的 那如果以國際法來計 其實當中呢 即是未回歸之前 當中有些部分呢 可能是屬於深圳的 有些部分呢 大部分屬於香港啦 那但是回歸之前呢 我記得就是 李鵬下了一個order 那所以呢 為了回歸順利呢 所以就不理了 總之 深圳 河套地帶 那條線 總之那一大 全部歸回香港了 那變成了 一直以來我們都未開發 那也是我們的禁區一部分 那今天 但是上次財政預算案呢 就說 現在大灑兩百億 五百億當中呢 就扔兩百億出來呢 就做基建了 就做一些前期工作了 那其實那兩百億呢 告訴你們呢 根本上就是 落拍的而已 就是那些滑鼠批 落拍第一拍來的而已 那之後還有排 大把 特區政府還有排錢要花的 因為這幅地呢 其實大家可能 不太了解 這幅地其實是 好值錢的 有些人來探望你 嘩 嘩 你好像有朋友來探望你 哈哈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突然間 就失去你 有幾個分鐘 我聽不到你 我現在聽到了 是嗎 我再說一下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 一個在法國 一個在德國 現在正在做節目 所以經常都會有這些 對呀 各位都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麼 我剛才說 其實這幅地 對深圳來說 真的是流口水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其實這幅地 對上去 向北對上去 就是福田 靠東一點點 就已經是盧區了 現在盧區福田區 在深圳來說 是很貴很貴的地方 就是數以十萬 計一平方米的地方 以香港來講 就是以萬多元一呎 當然不止 更高 因為今時今日 在深圳 就算你去到那些 不要說南山區 就算去到 近衛州一帶 那些什麼 橫江啊 龍江啊 那些地區 都賣了四五萬元一平方米 所以是很 很貴的地方 你的意思 根本現在 這個計劃 其實是謀 在香港 現在這一塊地 就是 找一些理由 給了他們 用 給了他們的意思 沒錯 其實就 有這幅地 起來沒有用的 因為最終 用戶都是大陸公司 但是那些大陸公司 那些人怎麼上班呢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建很多樓 給他們住呢 只是說其實 那他們建很多樓 給他們住 他們會不會買呢 又是一個問題 我想最容易解決的 就是 給他們一個通行證 就好像現在說 在這個人才計劃 就給他們一個通行證 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早上過來上班 晚上就回到深圳睡覺 是 上班回去 回到深圳睡覺 這個很大機會 那目的 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 如果深圳 他需要地 需要發展 大陸那邊 如果要過來 那邊 那邊 那塊地仔 正是因為深圳 現在真的沒有地 現在深圳的地 已經很緊張 譬如說 抗收 就是 圍大些圈 我不知道怎麼說 沒錯 去圍大些圈 去圍大些圈 越圍越開 越圍越開 變成一邊 西邊 去到前海 填緊海 現在起到很多樓 另外東邊 越上越上 去到惠州 去到龍江 現在龍江 都在說 很遠的 那裡 如果說達地鐵 都在說一個多小時才去到 那些都在說五、六萬元一平方米 即是說人民幣 即是說 香港來講都很貴 那南邊就來到 南邊就納到我們這裡了 沒錯 南邊呢 因為南邊本身在深圳來說 福田區 羅湖區 本身都是最貴重的地方 如果拿到福地來經營的話 這些就是無價寶來的 所以 這件事情 雖然說 很大機會就是特區政府去貼錢 貼錢之後用家 現在就一定不是我們香港人的了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國內單位 因為香港人又不是很多人 願意上去上班 但是 反過來 深圳的人就很願意南來 所以 好像你說絕對七年可以拿身份證 然後可能移民 因為 剛才我提過 你是按照你拿了PASS 在這裡上班七年之後 你就已經是香港人了 沒錯 而且今天就有一千人 你按照這個規模去發展 日日不是一千人 可能是一萬人 或者三萬人不定 因為福地很大的 可以容納給人很多 還有一些家捐 是不是 還有 說說說 譬如你七年之後 拿了香港身份證之後 拿這個香港人的申請證 申請去移民外國 是容易過 你中國人申請 中國人申請的 會容易得多 很多都是又會這樣 都是 拿著這樣 stepping stone 踏鞋 踏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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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有多少人來搞高科技 正如是 Lora姐你所說 其實都是當香港是 stepping stone 又不需要 stepping stone 對 Exactly 我相信這些一定會發生 還有你看他這次這個人才計劃裏面的內容 亦都說得很清楚 他說每三個外國人 最低限度要請回一個香港人 做實習生 實習生 對不起 我都不行了 實習生 已經被那些特民開始侵佔了大陸 OK OK 繼續 換句話說 三個 我想衰些 先當三個大陸人 三個大陸人 你才只有一個香港人 即是說 75% 其實都是 在那裏上班的 都是大陸人 你25%是香港人 所以真的認真不夠人 即是現在他們覺得我們不夠爆棚 現在 即是去到島島人頭 人山人海 即是 嫌我們不夠爆 即是 要爆一點 即是 即是他們放他下來 即是晚上下班 但有時他們可能留在這裏 即是下街 即是生活下 都會有的 真是不得了 如果他有身份證 他亦都可能 可能買多一層樓在香港 是吧 可能在北區 又搶貴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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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你就是 你說上樓價跌也難 老實說 很難 很難 那你香港人 你沒有樓那一堆 沒有泡泡牛呢 你很久都追不到 因為上面還有 這些有特權的人 即是 這些單位都是有錢的 是吧 他們是不受沒有錢的 他們一定有辦法有錢 我們就說要打工 他們不用的 他們有很多權力的 那 整兩個貸款厲害的 那 用一點點 公司買又行 怎麼想辦法 私人買又行 他們總有辦法的 那我其實我擔心 這個科技員公司 那 那 我最肯定是 他就會管賀套的 這塊地 除了現在三個地盤 也會 另一段新地盤 也會加上去他們 那 我所知 現時的科學員 根本上 就怕大陸人 看見大陸人下來 就 怕得好像 要被刮到鞋子 和我們以前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可怕你會開心 跟他合作 又驚又喜 又驚又喜? 大把資金來投資 應該開心才對 因為其實這是政府資產 我們想去申請 我也是年輕人 整個項目枯化 我行不行? 你申請? 我想現實那麼嚴 不是容易批的 但是 但是現在 科學員面對著國內不同單位 待會這個就說科技部下來 部級單位 待會這個就說深圳市 哪個單位下來的 待會又說那個市政府下來的 他們只要應付國內單位 都應付到 即是 吐不過氣過來的 所以呢 我們申請呢 就很難申請到的 但是他們申請呢 就用國家機器去逼他們 他們就很容易批到那些單位下來的 所以現在我可以預期 亦都說可以見到 齊日哥 你這樣說 你是不是有朋友 真的試過申請不得 你的資料是怎樣拿到 我又要隱藏身份 但是其實我是 我要隱藏身份 但是你可以講給朋友 那當我朋友 我朋友就在會裡面看著他們 是朋友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看著會裡面 看著大陸人如何訓息他們 哦 即是你對著我們香港人 他們就牙斬斬的 因為是官來的 科學員公司是官來的 我批不批給你 我說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裡面很官僚的 你做個實驗室 夠五點鐘它就關門了 你不要想著還在這裡慢慢搞 他們根本裡面是一個官僚架構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聽到這些事情真的很不開心 我簡直要告訴大家 根本就是現在香港人是很不開心的 你說以為科學員弄得這麼漂亮 又填了海 又弄得豪宅 又說將來有遊艇會 又說有酒店 你以為真是我們用的 不是給香港人的 以前就是 以後不會是 以後 香港人的比例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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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他們多 我們香港人的比例 就難一點 他們幾乎都罰得 如果他們說要來 沒錯 因為你去申請 你是一個個體 你開一間新公司 你跟他遊艇規則 那些incubation program 你是腹發企業 你要求他們批你 都不是便宜的 三十多元一呎租 但是他用國內單位 來申請不同 國內單位申請就是 你們怎麼做 就是國內單位的意思 就是可能是集團的 可能是 什麼小米 或者什麼什麼的申請 會不會這樣 企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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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更好一點 但可能他們會來 國營單位 又或者國家部位 等下 你們怎麼搞 我們不就不搞 你們這天知道 他們做得不好 他們可能會很害怕 你跟他們說普通話 那你又不懂得怎樣 他們就馬上 立即害怕到三文不見七百 即是他們立即要找上級來接待 跟我們去申請 害怕 害怕 你已經預計到 其實科技員公司 翌日都是這樣的 整個深圳河套區 所有這麼大的發展 日後都沒有 根本上 我可以說 日後絕大部分 都是國內公司 現在雖然說 這個一千人的計劃 給這個 全世界的科技人才進來 唉 你相信他們一成都死了 全世界科技人才有多少人會來 全部都是大陸人 九成都是大陸人 九成九都是大陸人 你說我說也可以 不是 全世界那些人很厲害 譬如新加坡 或者什麼 人家很厲害的人 人家去美國去直谷 怎麼會申請到香港 即是聰明 聰明 對不對 我看這件事 大家都是要監督著的 因為究竟這個program 現在一千 還是一萬 還是二萬 究竟他們用法 怎麼用呢 即是我們不說 折折折折 沒有人理 全部都給大陸人 應該怎麼做 你打算 我們肯吵一下 社會多些監督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如實 你是要很fair 全世界的人也要接受 是不是給多些就業機會 不應該三對一 會不會二對二 為什麼要三個大陸人 一個香港人 為什麼不是一半一半 或者甚至創造就業 你不是比香港人更多的嗎 為什麼要傾斜到他們 百分之七十五呢 這些都是 又或者大陸很多假文件 會不會有人用假文件 騙了證件 怎麼監督 他們都不會怎麼檢查 我想 你如果不檢查 那現在四個星期就批 那是不是要檢查 所以這些 四個星期實在太快了 我覺得 沒有可能檢查到什麼 四個星期 就是了 四個星期 就是看完copy當真 我想問你齊阿哥 你對IT 認識多不多IT人 譬如你在香港 譬如說香港的U出來 讀IT畢業那些 容易找到工作呢 在香港 香港是容易的 確實是容易的 現在 現在是不夠 都容易的 屬於 那OK 那問題是大家要 fair 究竟是不是同等學歷之下 我們香港人一樣有機會獲得聘用呢 只是說全部都傾斜了 用了大陸人 那這樣東西大家要 在社會上要監督 那另外我希望給一兩分鐘 我回應上一集 我講這個小米上市 因為小米上市 就我 講完一輪之後 就有些朋友 就有指證過我的 就說威威不威 一齊一個 你退都退得久了 你不知道現在科技股怎麼玩 那其實我是知道的 因為所謂這些可換股債券 不是新事物來的了 那這些可換股債券 如果它們是可換股出來的 那個是實數的話 那在回計上就容易處理的 但是為什麼今次 我回應一兩個網友 為什麼今次 羅兵涵 其實我是讚他的 我們不要討論 concern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 羅兵涵今次堅持 他們這筆優先股 不是一個equity 不是一個權益 而是一個巨大的債務呢 那我相信這一方面 在羅兵涵跟他們審計的時候 都已經有一番很激烈的討論 那最後現在披露出來 就全部都是債務 而不是權益 那其實根據會計的準則 我們那個國際會計的準則 IS32 其實是要分三步走的 第一步就是你要搞清楚 究竟它的權益有多少 第二呢 就是你也要計一計 它的負債有幾大 就是究竟在這個金融工具 即它其實ISI 就是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即這個金融工具 有多少是負債的成份 那第三呢 就是兩者相減了 得出來究竟正值是多少呢 那就會出來 究竟顯示是equity 就是權益 只是負債 那只是separately 那事實上 而最後的結論 就是 它現在呢 整條數千幾億呢 都是show了做liabilities 所以令到它盤數 有一個很大的 一千二百幾億的 net liabilities 那我要回應 那些網友就是說 不是因為我退休 完全跟不到 而是說呢 其實我們 我是拋磚引辱 拋磚引辱的意思呢 就是說 既然大家現在看不到這份文件 因為現在它還申請上市的嘛 那我們就不想 即是現在的上市委員會 或者證監會 扎樓攤 即是我們其實應該要披露多些 為什麼在這個 這麼複雜的金融工具之下 而看到的人已經要認為 它是一個 全門當作是一個負債來看 那會不會 將來那些小股東呢 就被他集完資之後 就 我上次都說了 他沽到就沽不到 他可能在公司拿的嘛 他有權在公司拿來還錢的 那就是 如果你做得成就 或者做不成 會不會我們 水雨呢 那這件事其實 我們在媒體上面 就應該發揮我們的功效 就叫 監管機構呢 就麻煩把關把鹽些 如果不是呢 就會 香港人呢 就懵懵懵懵懵 分分鐘做了 人家大樂點心都不知道的了 那所以 就要小心 是啊 是啊 那所以就 其實我就歡迎網友 給多一點意見的 因為事實上 是教學相長的 就是 講那個 還有 聽到 feedback 我們大家都互相有進步的 那所以就 繼續 繼續 給我們批評 我們是願意的 那最後我 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就記得LIKE 麻煩你 因為我們上次就沒有講到 記得要大家按LIKE 還有呢 有廣告就按廣告了 嗯 那轉頭回來 LIKE 和Share 對 和Share 那轉頭回來就輪到 LauraLine 講講法國的生活 是 好 轉頭見 OK 好 轉頭見 嗯 嗯 嗯